国庆假期除了去景区和城市旅行 还有不少人选择到博物馆参观 感受不一样的博物馆之旅 在四川成都的川菜博物馆 被誉为可以吃的博物馆 馆内不仅展出了数千件 和川菜相关的文物 游客还可以和厨师一块 学做川菜品尝地道的川味 博物馆特别推出的玩川菜互动体验 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 走进这座川市园林的川菜博物馆 现场陈列有六千多件展品 记者看到除了川菜文物典籍 各种古代的主食器 甚至还有青花瓷泡菜坛 和清代的兰幼瓷火锅 展示了鼠人千余年的饮食故事 在这里游客可以零距离感受 川菜关键调料的传统制作工艺 还能参与其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大大小小的陶缸有两百多个 它们就是川菜的灵魂 皮线豆瓣酱的加工制作区 皮线豆瓣酱的原料 使用二斤条辣椒和残豆 在原料初步加工制作完成后 独家酿制一至九年才能出缸 游客们可以亲自体验 翻酱 晒酱等制作流程 感受传承了三百多年的 手工翻晒露传统工艺 刚才我们是了解了 川菜调料的传统制作工艺 你是不是也越越欲试 想要来感受一下 制作川菜是什么过程 那我们现在呢就请到了 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厨师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川菜 公饱鸡丁 在厨师的带领下 游客们按照步骤 集火短炒一锅成菜 如果运气好学得快 还能感受一把 颠勺喷火的高光时刻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是自己做的 还有成就感 游客们在这里还能观赏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刀金丝面的制作技艺 厨师蒙着眼睛 用五斤重的大刀 切出可穿针引线的细丝 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 酸辣 茄汁 糖醋 等各种味道的经典味道 还能穿梭在历史文物中 通过视觉和味觉 沉浸式地感受 川菜的前世今生 沉浸式地感受